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谈人聊车 那今天一早上呢 我来到办公室 看到门口呢 停着这一台2004年的马自达RX8 于是呢 我也非常的幸运能够借到这辆车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一起讲一讲这一台马自达RX8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 那么这一台马自达RX8呢 是2004年生产的 那么它这个马自达RX8的生产整个周期呢 是从2003年一直到2012年 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 这个车推出了2012年的最后的这个版本 那所以这台车呢 我们首先看它的这个外形 这个外形呢 是一个跑车的这个设计 我们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看起来呢 这个车门呢 是一个双门的跑车的设计 但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车门打开之后呢 我们发现在后面呢 还可以继续打开 那么打开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 类似于四门的这种设计 那前后呢 可以坐四个人 后面呢 中间也是有这个中控台去隔开的 所以它不能坐五个人 虽然呢 后面的这个位置呢 看起来比较窄 但是我觉得呢 如果在短途旅行的时候 后面如果坐一个人呢 还是可以短时间去接受 坐在后面这个狭小空间里的 那这个马自达的这个RS8的造型呢 也是非常的这个独特 那么有的人呢 也是非常的喜欢这个RS8的造型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RS8所有的这个门都打开之后呢 大家也会看到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这个一个感觉 就像变形金刚的那个设计 有一个相似的这个之处 那么这一台RS8呢 它是1.3升的排量 但是呢 它采用的是一台转子发动机 它最大的输出马力呢 是197匹 那么它最大的输出扭矩呢 是164磅每英尺 那这样小的一台引擎呢 却可以输出这样大的一个马力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重点为大家讲一讲这个转子引擎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及它与这个传统的活塞式的引擎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我们首先呢 去讲一讲这个转子引擎 这个转子引擎呢 是德国人Wanko在1950年代设计出来的 那它也是在总结了这个前人的很多设计的理念之后呢 设计出这款转子引擎 那么日本呢 特别是马自达是在1960年代呢 它开始引进这个转子引擎的技术 那么它也是开始继续的进行研发 那么到了70年代这个石油危机的时候呢 很多经销商都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个转子引擎 但是呢 由于考虑到这种商业性的这个运作呢 绝大多数的汽车的引擎都是采用的是这个活塞式的引擎 所以转子引擎呢 一直没有得到这个大规模的普及 而且呢 因为它的这个普及量非常的少 所以知道怎么样去维护 维修这个转子引擎的人呢 也是非常的少 所以造成就现在来看 懂转子引擎知道怎么修的人也非常的少 所以这辆车呢 在现在看来 它的这个维修的成本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么转子发动机与传统网复式的发动机的比较呢 传统网复式的发动机和转子发动机呢 都是依靠空气和燃料混合器 燃烧产生膨胀 以获得这个转动的这个推力 那么两种引擎的差余呢 在于膨胀压力的方式 在网复运动的这个发动机呢 活塞式上下做运动 机械力呢 被推动这个连杆 带动曲轴的转动 而转子发动机呢 采用的是膨胀力 运用在转子的侧面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使输出轴转动的这个切线力 那么我们看到转子发动机的运动特点呢 是三角转子的中心 绕着轴中心公转的同时呢 三角转子本身呢 又获得一个自转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转子引擎的这个转子 把气缸分为三个独立的空间 三个独立的空间呢 又可以各自先后完成进气 压缩 做工和排气的这个过程 那么三角转子自转一周的时候呢 发动机点火 做工三次 由于上面的这个运动关系呢 输出轴的转速是转子自转速度三倍 那么这与往复运动发动机的活塞与曲轴比的 1比1运动的关系呢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发动机 即使在非常高速的运转的时候呢 转子的转速呢 也可以相当的缓慢 从而呢 有更宽松的进气和排气时间 所以能够获得更高的动力性能 这一款马自达RS8呢 是一款自动变速箱的车型 那么如果是这个手动变速箱呢 它配的是六速 那么它的这个最高的转速呢 它的红区是在九千转 这一台马自达的这个RS8呢 它采用的是这个自动变速箱 转速红区呢 只限制在七千五百转 所以呢 它的这个引擎不能够达到这个最大的这个转速拉到红区的这个效果 那如果是一台手动挡的这个RS8呢 它的红区呢 可以达到九千 那如果你在这个九千转速换挡的时候呢 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它的这个马力的这个扭力呢 你也会感觉到很充足 但是呢 由于这台车的这个马力的这个限制呢 所以你在高速上呢 它并不是一台非常快的车 下面呢 我们就讲一讲这个转子引擎的车 它的优点和缺点都有哪些 那么转子引擎呢 它实际上与普通的这个往复运动的这个引擎相比呢 它实际它的运动的部位只有两个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在理论上 它在维修和这个磨损的方面呢 都会相对较小 因为正常的这个往复运动发动机呢 它的这个活动的部件呢 大概有超过二十个 所以呢 这样一来呢 我们知道如果运动的这个部件越小呢 它应该出的故障率也是越低 而且呢 它这个引擎呢 可以做得非常小 那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这个布局呢 也会更加的这个方便随意 而且呢 它可以靠后布局 放低 它可以低重心 这样的话呢 也使这个车辆的操控性呢 会更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讲一讲这个转子引擎它的缺点 那么缺点呢 就是虽然它 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理念 但是在真正这个现实生活中运用 运用到这个车辆的时候呢 却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高油耗 高污染的 这样一种车型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它的这个排量和它的这个马力 但是呢 我们要还要讲的 就是这一台车 它虽然用的是1.3升的转子发动机 可是它的城市的油耗呢 标准上在厂家给出的数值呢 是城市19 高速25 但是在正常这个日常生活中呢 很多人完全达不到这个数值 那很多人在这个城市里呢 只能达到12M每加轮 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1.3升的发动机 居然它的这个油耗的表现呢 会这样的差 那么与此同时呢 由于它的这个APEXEAL的这个设计呢 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三角形的转子的这个活塞 它在三个顶点上呢 都有一个这个密封的垫 那么它在里头旋转的时候呢 会造成磨损 所以这个垫呢 也非常容易磨损 那磨损之后呢 怎么样 你只能把这个引擎打开去 怎么办呢 你只能就是把这个引擎打开 那换掉这个这个密封垫 那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费工时的这个事情 那与此同时呢 这个车还存在着严重烧机油的现象 那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它在1000mL的时候 会烧掉0.5Q的机油 那甚至有的时候呢 这个机油 有人还建议呢 在加油的时候 直接向油箱内加入机油 去混合这个汽油 在燃烧的时候呢 就起到 让它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那么所以呢 这辆车呢 如果我们去看的话 它 你一定应该是每周都去检查它的这个机油量 是否够 而且呢 很多人是在这个车的后备箱里 随时就配备着机油 如果不行呢 就立刻去加 那作上手术呢 我们看到这是一台 实际上呢 是一台德国技术 日本生产的这样一台跑车 那么转子引擎呢 虽然它的设计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设计 但是在真正的生活的实验中呢 它并没有得到这个 真正的完美的发挥 那它这种烧机油的现象呢 也使最后这个它的引擎呢 最终停产 那现在呢 马自达据说又在研发这个转子引擎 希望它呢 能够再重出江湖 那么这个车是否能够恢复往日的辉煌呢 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那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